歡迎收看醫學大聯盟 讓我們為您解決生活大小事 聰明過生活 想要先請問大家一下 如果講到會威脅人類的 健康殺手 你們會想到哪些疾病 癌症 對 我忘記我失智了 沒有 還有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癌症心血管疾病 痾心腫瘤 在1999年的時候 就已經被WHO列入了黑名單當中 但是還有一項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那就是 而且根據威脅部統計 國人膝關節退化 腎形率大約15% 也就是說有350萬人 飽受膝關節疼痛之苦 臥比糖尿病還要最高 58歲以上長者 每五個人當中 就一個人有退化性關節炎的問題 還有就是 研究指出 膝關節炎不再是老人家的專利 它有越來越年輕的趨勢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 就好好來討論一下 關節退化前會有哪些徵兆 我們平常又該如何 保護自己的膝蓋 當然今天的優勝隊伍一樣 可以把精美好禮帶回家 兩隊好好加油 首先第三兩隊來賓 我永遠都對的 江振愷 短筋 要以妳就對的曾志豪 Peggy 介紹我們的醫師專家群 急診科醫師 張士雲醫師 部長 骨科部部長 吳佳麟醫師 營養師 漫漫營養師 大家好 好 到先請問一下大家 今天來賓都這麼年輕 有曾經受過什麼 關節疼痛之苦嗎 我有 我小時候學溜冰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還沒有很熟練 然後就溜很快 然後我就直接垂直坐到地上 然後我的椎間盤這個隊超痛 我下半身完全都麻掉 那不可以開玩笑的 對 然後我晚上去看醫生之後 就說我 就這樣撞一下 我椎間盤就突出了 後來是去看那個 就是很傳統的那種醫生 然後他是要從肛門裡面 就是把你的尾椎 就是孔出來 好痛 超級痛 有的人打噴嚏就椎間盤突出了 真的 真的 你所以 好 像我 我去年真的有真的受傷 因為鏡頭可以戴一下 我這顆手指頭 我去年打滑壁球的時候 整個斷掉 就往後翻 因為就剛好一顆球 然後丟過來 我要去接 然後就一球 整個斷掉 然後我直接就受 那不是吃蘿蔔 那切蘿蔔了 那已經是醃蘿蔔了 有打一根鋼釘 從這裡面插進去到地上 好像石大褲型 石大褲 石大褲 霈姐呢 我也有過 我是國小的時候 全班被老師處罰 要青蛙跳超長 然後就跳了大概五圈 然後隔天起床就軟腳 然後那時候就在三樓 要下去二樓的時候 我就整個軟腳 然後就從三樓 然後就溜滑梯 然後就是整個上到尾椎 復健滿久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都要買 痔瘡座的那種坐墊 氣墊那個坐墊 對 中間要空的 真的是很辛苦 好 大家都很有感 對不對 我們就馬上來進行 我們的百人命調搶答題 好 請問 哪些徵兆代表你 準備要卡關了呢 而在百人命調中的前五名 有哪些會上榜 聽搶答 GO 不會 在節奏才對 我來節目很少按不到鈴的 膝蓋發出咔咔聲 對 膝蓋發出咔咔聲 咔的感覺 你自己有這樣 你手指頭會發出咔咔聲嗎 聽一看 我只有 所以你的答案是 膝蓋發出咔咔聲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答對了 我們請到吳嘉玲醫師 我常跟病人講 膝蓋有聲音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很多時候 是因為有一個皺臂的情況 或者是說有軟骨損傷 其實我們現在常常碰到 有一些病人常常喜歡蹲跪 還有常常上下樓梯 很多人 譬如說你久坐站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膝蓋一陣酸軟 這個時候你就要小心了 很有可能就是所謂的 病骨骨骨關節炎 這塊骨頭常常都被大家忽略 現在尤其大家喜歡運動 喜歡做深蹲 對 常常喜歡做一些跑跳的運動 常常都會傷到這個病骨 傷到這個病骨 就會容易產生膝蓋周圍的疼痛 我們有時候稱它叫做前膝疼痛 就是你的疼痛的部位 比較會在膝關節的前方 這個實際上大家還是要小心 這個狀況 剛剛醫生講的是運動的關係 我媽媽以前是乘衣場的員工 以前縫刃不是右腳都要一直踩嗎 對 踩那個縫槳機 對 縫刃是 評測考課 對 他就車了30年 後來就是他退休完之後 他的右腳 膝關節裡面的半月軟骨組織 是沒有的 所以他必須要靠一些 肌耐力的訓練 或者打一些關節炎 或者是一些關節液把它撐起來 職業病 會嚴重到右腳萎縮 肌肉不夠 因為痛 對 然後他走路就會變成 是用左腳去代償 所以我左腳又不太一樣 好好孝順媽媽 但有時候在我們練舞 就是老師可能有拍那種 蹲下的動作 然後就會聽到舞蹈教室就 我們拉拉隊都幾歲 30 50歲起跳 二度修業是不是 就是我們職業傷害 沒辦法 對 而且我跟你說 有時候就是因為太年輕 扣肥 就沒有熱身 暖身 對 還沒熱就做 就更容易會有這樣的狀況 好 請站到 剛剛講到我媽媽的部分 她怎麼樣去發現 這個退化性的關節炎 就是從她坐著開始 屁股會有一種 會痛 會痠 會麻 其實它退化 其實不只是只有膝蓋 下肢從髖關節 膝關節 到懷關節 它是一整體的 所以應該是 臀部的發麻疼痛 媽媽的切身之痛 對 這個答案又沒有上寶 恭喜答對 你好 請到很帥的張醫師 臀部疼痛 可能是髖關節的 骨關節炎 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剛剛我們有講到膝蓋 膝蓋如果出問題 你大概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這個大概就是膝蓋的問題 可是髖關節不一樣 髖關節是連結我們身體 跟腿的大關節 它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因為它被很多的肌肉 繞在一起 對 它旁邊包了一堆肌肉 你看後面有臀大肌 前面有絲頭肌這樣子 好 如果說它受傷的話 它表現反而是 可能是其他症狀會讓你誤會 哪些症狀 第一個 鼠息痛 鼠息的話 男生可能會覺得淡淡 或是其他的原因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在講的 臀部痛 臀部痛你可能以為 可能就肌肉拉傷 你可能不會想到 是裡面的關節出問題 所以說因為這些症狀 你容易誤會髖關節的關節炎 容易延誤就醫這樣子 剛剛Terry講到 就是說媽媽坐著痛 其實髖關節炎 最容易痛的時候 是坐著要站起來那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他年紀跟我差不多 大概40出頭這樣子 他這個人生活習慣 非常愛喝酒 而且喝了酒都挑那種烈的來喝 威士忌 高粱酒 它造成髖關節的一個血管 壞死 所以是髖關節的壞死之後 造成了髖關節炎 骨骨頭是髖關節的一個 重要成分 它壞掉造成整個關節發炎 造成沒辦法走路 要去換關節炎 其實我們常常講 很年輕患人工關節 只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運動傷害 運動傷害造成 髖關節周圍的軟骨損傷 會讓你提早發生 退化性的關節炎 第二個我們在台灣 常見的有另外兩個族群 一個就是吃類固醇的病人 吃類固醇跟喝酒 都同樣會造成血管的問題 就造成骨骨頭的壞死 這個也是我們平常在臨床上 幫很年輕的病人 患人工關節的兩大族群 所以大家要是有長期喝酒 喝烈酒 每天一瓶 你喝了15年以上 你就很有可能會提早 來做人工關節的治患 醫生 我先掛 三字好 我先掛 那個不只關節 那肝臟都會有問題 真的 對 肝膽腸胃 不要這樣喝 太可怕了 吳醫師講到的運動傷害 我的大學同學 因為我體育系 然後有一個同學 他是從小1 7歲 他就是跆拳道開始練習 後來就是一直當選手 到出國比賽 他從7歲踢到20歲 27歲踢了20年 天啊 27歲還很年輕 跑到27歲晚的時候 為什麼到27歲 他會停止這件事情 因為發現髖關節不舒服的時候 他30歲的時候 就把兩邊的髖關節 換成人工人工 好厲害 30歲而已 好年輕 30歲就換掉 而且是一換就換兩邊 大家都說 你有在運動 怎麼可能會退化 就提早退化了 剛剛有聽到Terry哥 他分享媽媽的問題 然後媽媽也是 他只要走太久 穿比較硬的鞋底 或是在比較硬的地板 坐很久的話 他的屁股都會很不舒服 然後都要請我把他推拿 後來去檢查 他說是離狀肌也有問題 我是右側離狀肌 真的 離狀肌痛起來 我跟你講 你不要開玩笑了 那個是連坐跟站跟躺 都會有問題的 而且我那時候 痛到打止痛針的時候 它的針大概有這麼長 出哪一塊 妳來後面 妳出來 妳出來 後面 妳叫她老婆說妳來後面 妳來後面 她怎麼打我 她就前面很痛 這個地方 對上這個地方 然後是很深層的地方 那在那邊真的不行 真直接 妳躺下坐著什麼都會 都會影響 對 我們今天也透過節目的討論 讓大家檢視一下 自己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有這樣的狀況 趕快找吳醫師好不好 請搶答 這又是 你看 太厲害了吧 這題我就是幫短經講了 為什麼 她剛剛就有講到 她整個啦啦隊一整天跳下來 就覺得膝蓋有點痛對不對 我是猜就是妳在一整天 在酒站組 可能像甲綺一樣 站一整天 或是跪節 或是空節 站一點 整天下來會 膝蓋會覺得有點熱 然後有點腫脹的感覺 真的 那就是一個徵兆了 這個單有沒有上方 恭喜各位 對啊 我們請到美麗的慢慢演師 像紅腫熱痛的狀況 其實就是很標準發炎的情況 那如果說是過度使用 有可能是滑囊演 不過另外還有兩種常見的狀況 一個是痛風 痛風的時候 一樣也會紅腫 然後還有就是退化性關節炎 因為像我媽媽本身 就是退化性關節炎 她大概55歲就有症狀了 然後她一開始是 她有一天她去跑銀行 然後站了整天 然後她一回家之後 她的膝蓋就變成一邊大一邊小 對 然後變得很腫大的那一邊 就一摸起來 真的就是熱熱的 而且也紅紅的 然後我隔天就帶她去看骨科 然後一照X光發現 她的軟骨其實都磨損了 這其實就是很標準 退化性關節炎 而且因為在發炎的狀況 它其實很容易 關節炎的地方會積很多的 會積水 對 就開始大概抽了50cc出來 好痛 因為那個積水在那邊 其實它走路都很困難 那個會非常痛 以現在的統計來說 女性發生退化性關節炎 大概人數是 為何 因為女生去目前是發現 可能是因為做比較多的家務 因為我們常常會蹲 或者是可能跪著擦地板 對 或者是整理櫥櫃 下方櫥櫃就是會蹲著 像蹲或櫃這種動作 我們的膝蓋要承受很大的重量 膝蓋要承受的重量 大約是我們體重的5到7倍 對 所以說其實像以這樣重的情況 我們最好是可以避免 蹲跟櫃的動作 如果我們要預防或治療 退化性關節炎的話 有三個很重要的要點 跟大家分享 另一件事情是一定要控制體重 因為體重超標的情況 是很容易會讓退化性關節炎 提早發生的 是 因為目前的研究也有發現 BMI如果是大於24的 女性來說的話 如果它可以減少 兩個單位的BMI 它的退化性關節炎 是可以下降50%的 對 風險可以下降 再來就是說 丹麥有做過研究 他們讓一群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 讓它減重 平均減了6公斤之後 它的疼痛症狀就會緩解 再來第二件事情 是生活習慣要調整 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 蹲或跪要避免 所以如果我們要 比如說整體下方的櫥櫃 我們可以拿一個小凳子做 對 不要蹲著或跪著 第二件事情是不要提重物 就是盡量要少提重物 妳說這些對媽媽們來講 真的太難了 對 就買菜 跟神力女超人 那位成員買一顆雞蛋吧 會建議媽媽拖買菜車 對 那我媽媽覺得那不時尚 找一台時尚的買菜車 再轉一下 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然後再來第三件事情 是上下樓梯的時候 最好是抓著扶手 不要單純地用 要扶欄杆 用自己的膝蓋去承擔 然後盡量要走得輕一點 慢一點 最好是走出沒有聲音的步伐 然後再來第三點 很重要 但是因為會洩蹄 所以我先不講 對 我慢慢咬洩蹄 果然是冰雪聰明 很重要 剛剛為什麼媽媽營養師講 我特別有感覺 膝蓋抽積水 滑囊鹽 天啊 妳媽媽是抽5CC 50 50 我右腳抽了 而且我還抽了兩次 然後左腳再抽一次 你膝蓋這麼大容量 對 真的 而且那種起來真的會很像 一個什麼護膝的滿頭 對 很棒 真的 就是一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前年那時候 運動風氣很盛行的時候 我一天教的有氧課 將近到七堂 天啊 對 七堂 我一堂的平均步數 大概是6公里的平均步數 那裡七堂課 等於是將近一個全馬 對 那我那個時候 一個禮拜 然後每天 沒有 我那時候是 一個禮拜差不多都有21堂課 等於是我一個禮拜 跑了三次的馬拉松 一個月跑了12次的馬拉松 那哪受得了 對 那時候 就是一下課都覺得奇怪 怎麼裡面有液狀 然後摸得很燙 然後就去給醫生看 醫生就不用 他說不用懷疑了 裡面有很多水 一抽兩管出來 長長的 真的 對 對 滿滿的 真的很辛苦 各行各業都不一樣的辛苦 去 這個倒楣 好厲害 一變天那個腳踝就會變腫 就是天氣在變快的時候 珮瑀同意這個答案嗎 滿同意的 因為像我們練舞 有時候會有一些運動傷害 不管是腳踝或膝蓋 就一樣是變天的時候 會覺得天啊 好酸 然後隔天起來的時候 真的變天了 就是膝蓋會比那個 氣象預報還要靈敏 好 這個答案有沒有 我們要上榜 答對了 請到吳醫師 其實我常跟病人開玩笑就是說 外面還在出太陽 明天這個滴氣要變天了 滴氣要來你的時候 你就有感覺了 實際上這個都是你 所以說未來要是大家天氣冷了 或者是要變天的時候 你開始感覺你的關節 開始有腫張感 你就要小心了 剛剛談到這個踝關節 實際上我們慢慢地發覺 越來越多人的 踝關節也是有問題 除了剛剛講的 髖關節 膝關節以外 踝關節常常被忽略到 因為大家腦海裡面 只有腳踝扭傷 沒有所謂踝關節 退化性關節的選項 實際上我常跟患者講說 當你一個扭傷 你要是一個月到兩個月 你經過各種方式的治療以後 你還是有疼痛的問題 甚至你常常兩隻腳一比較 你就發現你的兩個腳踝的 外觀上就是不太一樣 我建議還是要就醫 當然就醫我們可以做一些 X光的檢查 另外一個假如真的檢查不出來 我們有時候會幫病人做 核實共振的檢查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 有沒有軟骨的損傷 有沒有韌帶的受傷 我們就可以接下來做 進一步的治療 每次聊這個話題 全身的關節都不太多 我剛才覺得好像腳踝怪怪的 腳踝 腳踝在膝蓋什麼的 好不舒服 有點隱隱作痛 可是聽我們醫生專業地回答 覺得我是哪裡的肚 對 因為我岳父他住在 新竹兼石江的 山上的部落 因為那時候山上的部落 就是日夜的溫差很大 然後有時候又 它又比較容易潮濕 因為我的岳父 他本身他又有痛風的遺傳 所以他又痛風 然後又退化性關節炎 又風噬性關節炎 好慘 所以我們那時候 每次要回去的時候 明明就出太陽 他說明天會變天 我說 好可愛 真幽默 膝蓋有講明天會變天 我真的 大概20度 對 真的很準 可是它真的痛起來真的是 我看它連走路都很辛苦 真的 很多老人家都在承受 這樣子的辛苦 請搶到 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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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搶到 搶到 怎麼搞的 好像得到總冠軍 怎麼搞的 我都冒手汗 我一直搶到 妳要打了一個 三非全也打一樣 因為我們常常會穿短裙 然後在球場的時候 就是會很多球迷拍我們 所以我們坐下來的時候都會 不是 拍短裙 拍照 妳這樣 所以球迷常常膝蓋疼痛嗎 不是 因為各個角度 每個不同角度拍照 所以我們為了 所以妳把短裙跟拍照 可以連在一起 不是 大家都很有畫面 因為我們怕走光 所以我都會翹腳 就是這樣子腳勾起來 對 所以就是我有O型腿 因為常常會翹腳 所以我猜應該是 就是 所以妳是長大以後 才有O型腿的 小時候沒有 小時候沒有 O型腿 這個答案會是今天 最高分的答案嗎 真的 來 我們請到 張醫師 我們的大腿跟小口的骨頭 它其實不是一直線 它其實稍微有一個角度 叫15度 這個是人體最自然的角度 妳想像一下 妳在立正站好 立正站好就是妳雙腳並攏 是 站直 與肩同寬 那個時候 不要與肩同寬 要並攏 要並攏 那個時候妳兩邊的膝蓋 是微微地碰觸 對 這個是最自然的 那妳如果站的話 有O型腿的人 這個姿勢站的話 妳就是妳會發現 兩邊的膝蓋稍微往外跑 這個醫學上叫 它是膝蓋兩邊 內部的骨頭比較靠近 就是X型 可是它外面看起來會是O型 你想想看 這樣子之後 兩邊內側的骨頭會靠近 對 它大部分是 因為一些骨頭的發育 沒有完成這樣子 所以說小孩子在5歲以前 經常都是O型腿 它過了5歲之後 看一下那個 看自己的小朋友 豆仔 對 豆仔的話 過了5歲 它的那個腳會漸漸地直 因為O型腿會漸漸 這個是自然的 所以其實5歲以前 不用太擔心對不對 5歲以前不用太擔心 我姊姊就是因為小時候 我媽看到她O型腿 然後她就是老大 我媽就在她睡覺的時候想說 女生的O型腿怎麼看 就把她兩個膝蓋綁在一起 結果長大變X 自然小心 因為她 她侷限到她的髖關節 當然O型腿5歲以後會慢慢地好 除非說妳長期的姿勢不良 是 或者是說有一些發育的問題 有一個先天性疾病 叫做所謂的 那種也很容易O型腿 它不但長不高 看起來也是O型 不管是O型 X型腿 都是膝關節炎的 重要的危險因子 因為它會讓妳的膝關節 受力不平均 久了就更容易磨損 變成關節炎這樣子 那真的是要好好注意 所以我們今天 百人民調的選項都已經出來了 透過剛剛的討論 相信大家也可以自我檢測一下 有沒有這些症狀 有的話要盡早去檢查 是 這個接著大家恭喜 要贏你就對得到35分 我永遠都對得到65分 沒事 看完今天的節目 無論是我們關節好好的人 或是關節卡卡的人 只要我們掌握正確的 關節保健知識 養成良好的保護關節概念 就可以揮別卡關人生 不管到幾歲活到老 都可以開開心心跑跑跳跳 當然還有更多的健康知識 要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一定要持續 鎖定我們衣鞋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好慘喔 好強喔 有啊 好強喔 太猶豪了 可以轉身 這麼猶豫 真的急 我也是 怎麼重啊